说话的人背后已经湿透 他是真的被夜视天的恐惧支配了 生怕被夜视天灭口 这夜视天到底什么来历啊 他的真实实力完全摸不着 不可能是真元境 神游境 也不可能是超凡境 入圣境 难道是圣王境 反须境 还是说更上面的境界呢 他可是掌控神雷之人呢 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紧接着整个世界都仿佛安静下来 很快又是一片哗然 不行 我必须马上从昆仑山进入昆仑须 将这夜视天的画像交给族长和宗主 万万不能得罪 今日开始 任何人不能得罪夜视天 为我封家第一阻罚 对对对 这夜视天恐怕是要进入昆仑须了 我也必须赶快告诉宗门 不然 谁不长眼得罪这沙神 一枝梅花 灭了整个宗门都说不定啊 在所有人惊骇之中 一个女子想到了什么 连忙向着夜尘消失的方向追去 云老也是如此 事到如今 不管如何也要表几家的态度 不求拉拢夜视天 只求夜视天不和几家交恶 如此妖孽 背后必定有着更为强大的存在 昆仑山 昆河谷附近 夜尘和沈世西终于停下 夜尘更是将雪风华无情地扔在了地上 雪风华看着面前的两人 身躯颤抖 大人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们就算是要杀我 也没必要带我来这个地方啊 夜尘冷冷一笑 我问你 你可想活命 雪风华一阵连忙道 想 我当然想 既然你想 可否愿意贡献精血于我 做我的奴仆 雪风华听到这句话 激动到了极点 还有这么好的事情 自己居然不死 不再犹豫 雪风华猛地点头道 当然愿意 我甚至愿意为大人背叛雪蒙 雨落 雪风华直接祭出了一滴精血 夜尘也是一直点在精血之上 同时手指掐绝 瞬间将精血炼化 她的脑海之中 已经彻底掌控了雪风华 夜尘呼出一口气 随后不再犹豫 问道 我且问你 你可知道野天正的下落 野天正 听到这三个字 雪风华一正 此人他当然知道 他甚至曾经去看过 可是夜市天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夜天正 夜市天 突然 雪风华想到了什么 瞪大眼眸 他死死地盯着夜尘 一丝熟悉之感涌出 你 你居然是那华夏夜尘 夜天正之子 谁能想到 夜尘和夜市天 竟然是同一人 他心中掀起了万丈骇浪 夜尘没有回答 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 回答我的问题 否则我随时可以让你 享受无尽的痛苦 雪风华不再犹豫 连忙道 大人 我当然知道 夜天正现在 就在雪蒙的地牢之中 那你应该带我 去雪蒙地牢 夜尘急切道 冰冷的杀鸡 甚至让雪风华 无法呼吸了 这可是强者之危啊 雪风华脸色苍白 想到了什么 继续道 大人 我随时可以带你去雪蒙 但是地牢的钥匙 只有正长老才有 而且雪蒙的地牢 根本强行破不开啊 哪怕你实力再强 也是一样 听到正长老的名字 夜尘心中闪过了一丝怒意 正长老 又是这个正长老 野家得罪他哪里了 既然地牢需要钥匙 那便斩杀着正长老 正长老可在雪蒙 雪风华又回答道 大人 如果我没猜错 正长老应该已经在华夏了 这一次他亲自出手来斩杀你 不过现在一宝阁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会传到正长老的耳里 正长老具体的动向我就不知道了 这一刻夜尘 眸子微秘 他必须回一趟京城 既然这正长老来了华夏 龙魂和那位老人的权限 应该可以查到 至于这雪风华 对方掌控了雪蒙的具体信息 更是他进入昆仑须雪蒙的关键 暂时不能上 现在为奴仆 他必然绝对的忠心 就在这时 沈时熙察觉到了什么 开口道 叶先生 我感觉到有两道气息向着这边而来 没有恶意 根据我的猜测 应该是几家那两位 怎么处理 几家 夜尘自然不认为几家会对自己出手 看了一眼那个方向 交代道 沈时熙 你带着雪风华先回京城 我晚点跟上来 是 叶先生 不再犹豫 沈时熙一把拍在雪风华的身上 向着京城的方向掠去 原地只剩下了夜尘一人 夜尘双手复利 闭上眼眸 眉宇清冷 宛如高人 十秒钟之后 夜尘开口道 既然来了 就出来吧 淡淡的声音响起 黑暗中走出了一老一少 正是几家小姐和云老 跟着我 你们可知代价 夜尘淡漠的声音落下 给人不知深浅之感 两人见到此刻的夜尘 连忙恭恭敬敬道 叶先生 误会误会 我们跟上来 只不过道歉几句 刚才叶先生陷于水火之中 我们没有出手 这是不义呀 叶尘没有理会云老 看了一眼 那个亭亭玉丽的少女 开口道 对了 你叫什么 几家少女惶恐之极 万万没想到 叶始天会主动 问她的名字 她的心 都仿佛要跳出来 脸色羞红 叶先生 我叫几何 是几家庞系 季龙峰的女儿 叶尘点点头 她对这个几何 还算是有些好感 毕竟 在血蒙对付自己的时候 对方一箭出手 帮她杀了血蒙一位强者 算是和血蒙交恶 你是几思青和几林的什么人 叶尘好奇道 几何听到叶尘问这两人 并没有感觉到太奇怪 毕竟 几思青和几林 在昆仑须的名声震天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两人代表着几家青年一代 几思青是我的堂姐 虽然见面的次数不多 但是关系还算不错 如果叶先生 想见思青姐姐 我愿意带您去 不用了 如果要见 我和他总会见到的 叶尘道 因为叶尘的态度很冷 导致气氛有些凝固 云老一直插不上话 他想到了什么 轻轻咳嗽一声 几何瞬间明白过来 他从怀中取出了一个翡翠色的瓶子 瓶子有着一丝动静 似乎有活物 并且上好灵域打造 看起来极其珍贵 几何小心翼翼地将瓶子递给叶尘 然后轻声道 叶先生 此物是我计价一败所得 对于我来说没什么用处 要不就献给叶先生吧 就当交个朋友 话语之间 几何心中有些不舍 因为玉瓶之中的东西太珍贵了 哪怕放在昆仑须 都是无价之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都可以说是他父亲给他的嫁妆 来的时候 他和云老讨论了半天 最终才决定拿出此物 因为一般的东西 这叶士天怎么可能看得上眼呢 舍不得孩子逃不住狼 要和叶士天交好 必须有足够的诚意 叶尘自然不会收 他刚想拒绝 段雷人的声音却是响起 小子 收下此物 就当欠这丫头一个人情 这东西对你来说极其重要 甚至影响你今后的修炼 段雷人的语气甚至有些急促 叶尘也不犹豫 他五指一握 那玉佩直接飞到了手心 随后 便对几何道 既然如此 我就收下 不过此物珍贵 我自然不会白手 从今往后 我叶士天欠你几何一个人情 任何时间兑现都有效 说完 叶尘手指掐绝 凝聚一道灵符 灵符之中有他的一道印记 这东西给你 必要的时候可以联系到我 几何和云老听到叶尘的这句话 呼吸急促 那东西换叶士天的一个人情太值了 既然目标已经达到 几何和云老自然不可能再逗留几分 几何笑了笑 也是递出了一张玉佩 开口道 叶先生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这玉佩上是我记家的地址 您如果路过 一定要进来 小女子恭迎大人 嗯 叶尘收下玉佩点点头 随后 几何和云老相视一眼 便向着昆仑须的方向而去 只是此次一别 不知道何时与叶士天再见 恐怕下一次见面 叶士天已经站在昆仑须的巅峰了吧 当几何和云老离开 叶尘便问 回到轮回墓地的段雷人 师父 你要我收下此物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我感觉里面有动静呢 段雷人神秘地笑了笑 你先别回去 找个安静之地 布下阵法 开始突破 为师会为你守护 好 昆仑山山洞众多 大多是野兽之地 叶尘随便找了一个陡峭的山洞 解决了里面的野兽 盘腿而坐 更是布下阵法 随后拿出黑色石头 直接进入了轮回墓地 近百座墓碑 荒凉之意游胜 段雷人已经在等着夜晨了 徒儿 你现在身上有着极其浓郁的突破气息 现在便开始尝试突破 跨入神游镜 你会引动雷劫 这雷劫极其的关键 师父 那玉瓶 野晨问道 段雷人笑了笑 我可以告诉你 那玉瓶之中是三滴精血 只不过这精血可不一般呢 你将玉瓶放在身边 待会儿听我指示 至于这精血的来历 我会慢慢告诉你 好 野晨不再犹豫 进入修炼状态 感谢观看